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ython3 今天的主题 大家请看 Wire高级 上一期我给您讲解了 Wire循环最基本的使用方法 今天咱们再学它的高级的使用方法 好 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Wire的循环数组 或说Wire的循环列表 该怎么做 以前咱们用负循环 循环过列表 对不对 那么Wire能不能做呢 马上看实战演习 其实也能做 而且更简单 好 我这建一个文件 咱们马上运行 边运行边讲解 Test Python 然后拷贝过来 今天内容不是很多 但是呢 确实很重要 好试一下 OK 老规矩 左边是代码 右边是运行结果 咱们看 首先我定一个数组 没问题吧 里面有五个元素 然后呢 我在这个代码中 先打印出数组的内容 接下来咱们进入循环 怎么循环 Wire 直接跟这个数组对象 就循环 换句话说 只要这个数组对象不为空 就一直循环下去 让我的外循 Wire循环的里面 在第一行 大家注意看 MyList.pop 谈出数组元素 也就是说 我每次循环的时候呢 我都会把数组元素 弹出一个 那么数组元素的个数呢 就会减少一个 然后呢 我输出弹出的这个数组元素 因为我这有五个元素 对不对 所以说 我当执行五次.pop 这个方法时候呢 这个数组就会被清空 一旦被清空 那么这个Wire循环就结束 咱们看一下这个代码的处理的结果 Go 大家请看 我首先输出数组内容 然后呢 因为是pop嘛 pop是什么 从后面开始往外弹 所以说呢 最后一个元素是科比 没有问题吧 再接下来弹杜兰特 再接下来弹勒布朗 然后呢 哈登 最后是库里 没有问题吧 当所有的元素都弹出 都pop出之后 大家请看 这个处理是不是结束了 没有问题吧 这就是用Wire来循环数组的 非常简单的写法 是不是很简单呢 OK 这个相当于 以前咱们for循环怎么写呢 它的等价写法是 大家请看 以前我给您讲过 这个for来循环这个列表 或者循环数组 处理的逻辑一样 大家请看 for 然后呢 in这个mylist in这个mylist 它总出提示很烦人 然后呢 传给每一个变量 player 然后呢 我直接输出 当mylist 所有内容都输出完之后 这个循环就结束 对吧 好 咱们运行一下 大家请看 和刚才这个处理是不是一样 完全一样嘛 对不对 所以说 咱们通过这个方法 就能够使用Wire来处理 咱们一般的数组对象 或者说列表对象 没有问题啊 而且呢 很简单 您不是让不认为吗 OK 以上呢 就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了 我的代码呢 会放到看中国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好 这个视频比较简短 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